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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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窮做地盘 真的不是 我以为看数据 大家会知道是否不想窮 可以做地盘 怎知又不是的 周联桥拍心口 未来三年做建筑业 有佣人工家 麦德正 公盟就说除非做扎铁 做扎铁 我就有信心有佣人工家 肯定未来三年有 因为是你讨论的 其他公众未知 你现在就去到问题下心 不是他们讨论那些 可能没有佣人工家 如果这样 如果现在要斗正 刚才你说扎铁是讨论的 这些就不是事实 应该大家一起讨论 我又不是说 我当你有份 不要说谁 不要说谁 大家一起讨论 他有讨论 我也有讨论 我在这里 我最声明一次 马帅 大家都是做工会工作 都是为了工人福利 我不太喜欢 你插我 我插你 我不敢说 我们是大会 你是社会 我们二万一千人 你七百多人 你没有这么说 但你说的数字也说了 我从来没有和他 我开会和他平起平起 我当然要认识 我和他开会 我会问他 这个未提 我们怎样看 你问他 我们从来没有高高罪上 但如果你一出报纸 这样说我 我会有点心寒 是不是 当然我们不反对 不说有些工友收不到钱 有 但麻烦你告诉我 让我去了解 你可以把那个个案给我 我当时的传媒 一千份我们调查的文件 放在桌面 我欢迎传媒监督 你抄一个去打 如果是假的 我即是辞职 即是什么 我们是这样做的 一千份文件放在桌面 我叫他们抄一张 没人手 不如这样 就是这样 我们要讲事实 阿乔哥就这么说 他说他心寒 我觉得你们今天都没有吵架 大家还在讨论 我反而想问你一件事 你说你的工会 通常哪两个行业 比较多 是不是打磨 打磨和集工 是 比较多 我反而想找一个答案 是更加重要的答案 就是乔哥 看看你的肩膀 说道理 如果我看实际数字 你不说我说 你们真是大工会 他真是一个较小的工会 为什么有些人会入职工盟 为什么打磨和集工 会入职工盟多些 集工其实在地盘 我真的不懂 对不起 地盘上真的很多做集工 这是真的 至于打磨 因为我们组织到一群打磨工人 打磨工人 人全人去找回来 我们很注意这个问题 当我们做一个调查的时候 要很注意这个问题 所以我就说 为什么乔哥会出这个问题 因为他那个调查 乔哥刚才说的 就很集中那十几个工种 我们就希望看完所有的办数 谢谢你这个答案 于是我就想问这个重要的问题 你和工联会 职工盟和工联会 做出来的建筑业 有没有加工 有没有加工的最大分别 对我来说 你说六成的人不能加 他说七成半的人不能加 会不会有一个情况 就是那些通常不能加工的人 就去了职工盟那边 会不会是这样 我们走出去地盘问 他们可能两边都没有加入 所以我就说 如果想拿一个客观的数据 我觉得我做这次 四百多都可能不够 大家在地盘做 多谢你 你说得很清楚 那我又反过来 把问题问回乔哥 会不会是 入到工联会那些 通常都是有人工加的 建筑业工人 又会不会是这样 因为你都有三分二的 刚才马四说得对 去地盘 我可以跟你说 我一个星期两次入地盘 跟工人吃饭 我有记录 每一次我一定填一些文件 有去年的十二份 前年的十二份到现在 我亲手填了一万张文件 我看起来 你说我有没有落地盘 我接触过万人 我一个星期 我的秘师 识了我一年 要八十次落地盘 港职安 这个港职安 对峙工友 我问完之后 我就有个文件问他 你说我有没有落地盘 你们做不做得到 这个数字不是我说的 你可以问邓华盛 我一个星期两次落地盘 跟工人吃饭 午餐 一年之内 接触了一万个工友 当打工友 你说我有没有落地盘 你们有没有做 我质疑不到乔哥 是这样说的 如果是做调查 每一次落地盘 我有一张照片 没有花架 每一场有照片 真的做调查 我们可以找建造业议会 在地盘门口 让工人上班 吃饭 或者下班的时候做 你说在门口问 会清楚些 或者我叫工友 大家坐在那里吃午饭 我和港言处问清楚些 大家坐下 没所谓 下地盘也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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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就是 我们刚才说 调查的前名性 下得最多 越多地盘就越准了 不如这样 一年一百个地盘 不少了 马sir三天一次 我这样解释 周联桥那段说话 他经常下地盘 所以他较为了解 和反映到工人的现况 你觉得是不是 或者你又觉得 我当然有下地盘 乔哥说了这么多 我未必有他这么多 但是你说 我不知道你怎么做 你进去地盘里面 大家的方法怎么做 我们又站在地盘外面 我站在地盘外面 会不会和地盘里面 那个环境有不同 我真的不知道 譬如你说在地盘里面 都会出口 对我来说是有没有 就是硬帽 在地盘里面 和地盘外面 我不知道戴一顿帽 是否在地盘外面 我们在地盘外面做 有些数据就是 只剩下来这样 我真的不知道 乔哥是如何 我说个笑话 会和气氛 我现在真的要戴着等顶帽 开始越来越硬 不过 我还是想问一个简单一点的问题 因为 这个世界 要是你说的是真实一点 要是他说的是真实一点 究竟做建造业 是大部分有人工加 还是大部分没有人工加 我还是未知 一定有人工加 如果没有 走出去会被人笑死的 马sir 你说没有人工加 谁进我们这行 我还是想问 现在多少呢 今天真结 我不批评你 我不开心 很讨厌 就是你们一指责 我们不要做事 要背锅 我天天下来 我说你不要做事 你那个大大的自工联会 说大话 那就是我没有做事 我没有说 说你不要大话 不可以这样的 你都是做工会 我说你说大话 大家都会公有作福你 争取权益 你还你做 我还我做 可能可以沟通 我们开会一起 我都问过你 马sir 这个问题 我们是否一齐 应该要争取呢 乔哥 刚刚你说这句 我也想跟你说道理 刚刚你这个问题 我们不是做建筑业 都很关注工人的情况 譬如 你刚才说 你还你做 我还我做 你们是怎么做的呢 刚才他说他这样调查 在门口 我就去地盘 其实工人 即是大家不同 或者我又关注那13个工种 为什么是我们会来的 我们会仔 你帮不到会退会 大佬 讲笑的 我人工哪里来的 我会燃养我的 你关注那13个 我们是工种都问 对 谁出来都问 不是 你说你的 你为什么要拆我们的13个工种 我不明白 我没有拆你那13个 报纸是这样写的 大哥 所以我今天想问 要澄清 你看真一点 我们是在说14个工种 你说派档 我说钉板 我跟你说钉板 和派档 你一定会过我们的数 你说你搞定20万人 我看不到搞定20万人 不如我又说一句说话 我真的没有帮别人 但是如果根据刚才麦德正说 他就说建筑业加薪大骗局 那个骗徒 当有个骗徒 那就看我了 不是你 不是你 他说骗徒 他说骗徒就是老板 老板是骗人的 骗你们 你跟他谈 他不给你价钱 当然是他骗你 如果这样的数字 怎么来 那就是我拆老板了 刚才我跟你说 不是你被老板骗 数字是很冰冷的 又可以说到事 我们一年做三次 有就有 老板有没有骗人 有 又有 一定有 为什么 刚才他说分判太多就骗人了 我试过处理一单 搭棚工人 献身 十二判 那你不用这么生气 其实你也同意他说的 是老板骗人 有的 我不敢 但是呢 我们就要实事求是 如果我们没有一条线 我再说一次 没有工资表 工商 献身 死亡了 我们拿什么去帮工人争取其细 先 这样吧 现在是我们希望我们想行假 接着有些工人收不到行假 我想五月说这件事 相当有意义 第一 五一劳动节 第二 马头工潮过一段落 现在又重新开始 大家都知道最低工资没有这么快去检讨 又要有两年的时间 那两年都是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来的 对于工人来说 那我也是想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 究竟哪个工会正在反映的言放 就是如果工人入工会 是希望争取最大权益的时候 就是你们会帮他的时候 那他都要知道 其实哪个工会比较掌握的言放 他才会进去工会 对吧 甚至乎是 哪个工会帮他 能够争取更多的利益 因为他比较了解的情况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终极的答案 就不是说 大家譬如说好 原来这个研究和这个研究 各自的细节 大家都很熟悉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消息 这个对我来说是好的答案 就是无论是工联会还是职工盟 都希望用一些理性的 仔细的数据去尋求一个工人的利益 希望找到一个更好的答案 给工人 这是好事 但是对工人来说就是 但是现在真的聊不完 这边就说 不说入行无人工交会被人笑 这边就说 真的 港范来说真的很多人无人工交 对工人来说都要知道 是吧 哪个工会比较能够掌握到现况 我可以这么说 我们这三年每一年以一千人的人额 加入我们建种 你帮不到工友 刚才我说工友 做什么要交钱给你 工友加入工会的目的很顺颇 帮到你才可以入 我们每一年一千人的增长率 你们加上都不到七百 我不是批评你 你每一年一千人 你不是很快爆炸吗 你这样也不是批评 这三年 这三年 你去看数字 数字最好 你上网看 我们每一年加一千人 好了 第二 我们去年处理了一百四十七宗 我们计五人以上 就是计大比较大的勞资斗分 收回三千一百万 我们一公布 有人又好像这样 咨询我们 我叫他上来 我说明白你做了很多事 我上来 我不是只说你做了很多事 不是 刚才他问我 谁代表工人 我们不代表工人 工人有怎样入理会 这些是最简单的 是吗 我给他一点时间 先讲一下 你讲了很多 麦sir 阿乔哥刚才说一句 我觉得你怎么也要回应 他说他一年加的人数 比你整个会的人数 大了 那是呀 这个是客观事实 为什么 为什么 他有他服务的方法 我们有我们服务的方法 我们的服务方法 我们的服务方法 就是有些工人 真是很受压迫的 通常很多人来找我们 可能阿乔哥那些 就是景色好一些 或者他们的网络多一些 历史都长一些 他几十年 我们就只有十年左右 历史都不同 人手又不同 他们说有几十人做事 我认为只有几个人做事 这些很多先天背景 譬如我们真的没有办法 找到那么多资源 回来 他们和政府和很多商家 建立了很久的关系 我们承认我们很多时候 是所谓边缘一点 没有那么大力的 但是我们要最注重的东西 正正就是边缘没有那么大力的工人 所以我们做调查 去了解的情况 就要所有的人都去关注 所以乔哥说 20万人加深5-30% 由去年11月开始 我们很想达到这件事 正正就是因为乔哥去说这件事 有些师傅来问我们 我做集工的 我没有加到 或者我做天花的 我没有加到 那怎样呢 再说了 就是乔哥说 建造业不要算开车那班 但是他们开记者会的时候 那幅图有了填锅车 那我们填锅车司机 就是说 喂我们只有六百多元 何来一千三百五十 就是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难道我们不理吗 那我们要你看20万人 譬如乔哥一直说了十多个工种 现在让我回应 刚才说填锅车问题 填锅车泥头车 你都是CIC坐 CIC是我们建造业的龙头 从来培训或者说建造业的福利 都不将填锅车或者泥头车 加回我们建造业 泥头车和田锅车进入地盘的工人 都要拿工人注册 都要拿平安银车 但不贵我们建造业的 不贵 政府的调查里面 都有重型车司机 他算不算也算下去 但是我们在CIC未谈到 但是我们家人工不看他 他妈妈sir 你要这样说 家人工和他做 你不可以说送汽水 乔哥不说 你不计算 习工你又不计算 你又说不计算了13个工 习工我就跟你说 现在习工500至600 有没有加到 你说老实话有没有加到 一定加到的 为什么加不到呢 我们做调查 有些习工说没有加到 或者加得少的嘛 你经常不要针我 说你有没有加到 一定有人有人工加 我们说的是加多少 所以你要说一个大局 我们30万09千的注册工人 只有三分一 就是10万的大工 有加呢 我们的13项工总 一定是加大师傅的 我们是讲师傅的 我们是讲行业的 你先不计算 年轻是不是不应该加百分之 我们不是说年轻不计算 大师傅加了之后 他是不是一直想加 一定是这样 那中工和年轻 不能加你承不承认 你经常说大师傅 有的 为什么不能加 如果大师傅加了50元 他为什么不加50元 一样加到的 所以我说了这么久 要不大家找第三者去做这个调查 明白 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 你们有很大的错在哪里 你说你想行定一个标准工资 我告诉你 走出去被人笑 证明你们不熟行 怎样叫标准工资 大家一个大工牌 你马上年轻我十年 我都是大工 你是大工 阿翔的生产力低了 你又高了 你肯不肯跟我一样拿一千 在这个社会做不到的 我简单来说 标准工资 标准工资 就是每个行业有个最低工资 可以分几级的 年轻的标准工资多少 中工标准工资多少 大工标准工资多少 这个是我们要求的 不要海鲜价 因为海鲜价会变成什么 老闆说什么就什么 你拿工资表 做不得到 阿翔,我想问你 阿乔哥 现在我们标准合约 你做不到也不会做这件事 标准合约 你说每个行业有多少钱 标准合约 我们都说了十年 你是否自打嘴巴 刚才我说我们有数字支持 是不是我们有数字 不是我口说的 是不是真的到这个价 你拿出来 你不是想做标准师吗 如果是标准师傅 一定到这个价 大炎之75 标准师傅 我说标准师傅 你不要拿二打六动就说 好不好 标准师傅一定到这个价 阿乔哥 下次你开记者会 麻烦你能说明 标准师傅 又不知去到什么级别 才到这个价 你就不要拿出来 最简单 有大公牌 最简单有大公牌 那你说清楚 让他们听 让他们看两个外形 如果不是这样 难道我们说的习工价 这个 当然是说师傅价 那你不同习工争取 我没有办法 我们不是说不同习工争取 我刚才说 大师傅升了之后 二手仔 我们二手仔就是中工 习工都会跟着升 整个行业会提高 应该是这样说 刚才你说标准工资 是我们这行很难的 各个都是判工 都是建工 你老一点可能找少一点 我年轻找多一点 你资力深一点做多一点 我心问下 就是这个 common意思吗